一起勾芝200个花片,155枢微草。 大家好,这里是盐包手作,今天我们来学习这片花片的勾芝。 大的采用胚毛纱3.0的勾针,尺寸大概是10x10厘米。 小的采用四股牛奶棉2.0的勾针,尺寸大概是8x8厘米。 接下来我们一起勾芝。 此处可截图保存。 首先环形起沉,先在左手上绕线。 勾针穿过线圈带线出来,锁一针。 接着在这个线圈中勾制6个短针。 新手的话需要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做交扣,用于最后的引拔。 接着继续勾制短针。 2,3,4,5,6。 勾好之后拉紧线圈。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带线出来,再带线出来。 锁一针,拉长线圈,断线。 接下来换线勾制第二圈。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入针,带线出来。 锁三针。 这三个锁针相当于一针长针。 新手的话需要在第三个锁针针目上做交扣,用于最后的引拔。 接着同一个针目勾制两针长针。 绕线,带线出来。 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再绕线脱过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针长针。 再勾制一针长针。 加上起立的这三个辫子针也算作一针长针的话,相当于在每一个针目上勾制三个长针。 下一个针目,三个长针。 再下一个针目,三个长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规律,把第二圈完成,勾完之后一共是18个长针。 勾好之后,在起针的第三个锁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拉长线圈断线。 接下来换线勾制第三圈。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入针,带线出来。 锁一针。 同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 锁四针。 接着在下面这两个长针针目上勾制两针长长针并一针。 绕两圈。 带线出来。 绕线透过前两个线圈,再绕线透过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长长针的未完成针。 在下一个长针针目上再勾制一个未完成针。 绕线透过这三个线圈, 这就是两针长长针并一针。 锁三针。 倒回到第一个锁针针目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四针。 这样为一组花样,我们需要勾制六组。 在下一个长针针目勾制一针短针。 锁四针。 接着勾制两针长长针并一针。 锁三针。 倒回到第一个锁针针目, 调理衫和半根辫子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四针。 第二组花样我们就完成了。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 把第三圈完成。 最后一组花样勾好之后, 在这个短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 拉长线圈断线。 接下来换线勾制第四圈。 第四圈在这个锁针动员里进行入针, 随便找一个带线出来。 锁一针。 同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 锁九针。 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 锁七针。 再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 锁九针。 下一个针目一针短针。 九个锁针。 接着一针短针。 七个锁针。 一针短针。 九个锁针。 锁好之后, 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 带线出来, 再带线出来。 接着我们勾制第五圈。 锁两针。 这两个锁针相当于一针中长针。 同一个针目再勾制一针中长针。 绕线带线出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脱过这三个线圈, 这就是一针中长针。 锁五针。 在第七个锁针针目, 也就是从左边数第三个一二三, 勾制正方形拐角部分。 先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 绕线。 带线出来。 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 这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 再勾制一个未完成针。 绕线脱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两针长针并一针。 锁两针。 同一个针目勾制两针长长针并一针。 锁两针。 再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 锁五针。 从开始到这里为一组花样, 我们需要勾制四组。 接下来在七个锁针中间这个针目 勾制两针中长针。 锁五针。 接着再从右边属一二三, 第三个锁针针目勾制正方形拐角部分。 先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 锁两针。 再勾制两针长长针并一针。 锁两针。 再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 锁五针。 锁五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规律把第五圈完成。 这个铭到六针。 左绿来就��다, tables都 Porkly went into a half, 针矩矬。 锁了后, 在起针的第二个锁针针目上, 勾制一部引拔针。 锁一针,拉长线圈断线 接下来换线勾织第六圈 再引拔的这个针目入针,带线出来 锁一针,同一个针目勾织一针短针 下一个中长针针目勾织一针短针 五个锁针链条处勾织五个短针 长针并一针这里一个短针 两个锁针处两个短针 长长针并一针这里也就是拐角处勾织三个短针 两个锁针处两个短针 长针并一针这里一个短针 五个锁针处勾织五个短针 从开始到这里为一组花样 这一组是二十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勾织四组 下一个中长针针目一针短针 再下一个中长针针目一针短针 五个锁针链条处勾织五个短针 这一圈全部是由短针织成 每一条边是二十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一共是八十四个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织方法把第六圈完成 勾好之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织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勾织最后一圈 再引拔到这个针目勾织一针短针 下一个针目一针短针 再下一个针目一针短针 最后一圈就是让一针对应一针勾织短针 在上一圈的拐角处勾织三个短针这里 找到中间这一个针目 在这一个针目里勾织三个短针 也就相当于每一条边加了两个短针 勾完之后一共是九十二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织方法把最后一圈完成 勾好之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织一个引拔针 锁一针拉长线圈断线 最后也可以做无痕引拔 后面的线头藏在织物里面剪断 整理一下花片 这样花片我们就勾好了 下一期我们学习这一片花片的勾织 香港的 revisit 确保 一个 钱 就